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什么 京城混进了刘匪 臣也有所耳闻 刘匪在竹鸣驿作乱 结了一批粮草 一些刘犯趁乱逃走了 刘犯 什么犯人 是刚被行刑的罪臣 养眼的家人 如果是他们的话 就随他们去吧 但要是刘匪的话 就绝不能姑息 没错 冯爱琪 抓捕刘匪的事情 就交给你来办 臣定不辱使命 我早上准备的衣帽用具 就是给他们的 过几天 他们就换个新的身份 去别处生活 我想起来了 上次在竹鸣驿 那个不要命也要护着书的人 就是他 这个杨勤不爱做官 就爱种地 还研究怎么种地 再转乃家 若春夏耕者下主后 再老为了 刀勒公子 这位是 这位是冯大人的 夫人 这是贵客 我这也没什么茶水 老头子 快去倒水 我去做点吃的 给你们拿过来 稍等一下啊 快 快点 好好好 你看 你看 他跟他妻子的感情多好啊 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比我们信不得多了 据说这杨勤啊 小时候做了一个梦 梦见这道谷长了一人多高 米粒有黄洞那么大 所以啊 她就成天琢磨着 怎么把这个道谷种出来 那她种出来了吗 倒是没有 不过啊 她在农坑上的造诣 大意没几个人能及啊 对了 这次蝗灾就是他先上报的 只不过当时未被重视 所以才搞到这个地步 你是说 他知道怎么治蝗灾 蝗灾虽不是人祸 但并非不可控制 我听到过一个说法 蝗虫因草木而生 若是把草木都砍掉 不但可以让它们无处可逃 还可以断了它们的食物 万万不可 这谁说的 据说有人用这个方法 治过蝗灾十分有效 还被写在了书里 有什么不妥吗 当然不妥 非常不妥 十分不妥 蝗虫是喜欢施草木 它们更喜欢在汉地里缠卵 你知道吗 你现在把汉地上 大批的林木全部砍发完了 不是空出更多的地方 让它们缠卵繁殖吗 你这是消灭蝗虫 还是帮它们 可是我有个朋友 他亲自试过 你什么狗屁朋友 成天胡说八道 你带我去 我当面骂他 怎么能胡面乱造呢 若是生出什么祸端来 又要饿死多少人命呢 糟了 我给三皇子的方法 如果是假的 那岂不是要惹出大祸 不是说了吗 不要去别来打扰我 灯月 我在太史局写京都杂谈的事儿 你可别跟别人说啊 上一期的京都杂谈 你写你被远调的那些经历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你是不是知道 我在乡下表现有多好 当地老百姓有多么的爱戴我 要不然佛大人也不能夸我 也不能让我当地有太史练啊 对不对 京都杂谈虽然文笔扑夸 但圣灾从不骗人 你给我说实话 治皇的方法 到底是真的假的 我这期不是写了吗 写的既生动又形象 可看性高 可用心也高 说实话 没有皇宰 那你写治皇宰 就是轻微的虫害嘛 把有虫害的树木砍掉 集中烧毁 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我书里也是这么写的 只是夸张了一点 一点点 那你还骗人 你害死人了你知道吗 我害死谁了 小叔 如何 抓了一批盘踞京都附近 多年的刘匪 他们打着劫富济平的旗号 干的却是烧杀掳掠的事 百姓们早已怨声载道 借着这次杨大人的事 正好把他们一网打尽 要杀就杀 少啰嗦 小叔 我平生最讨厌 打打杀杀 好好处理了 我做鬼也不会罚你的 记得你 要杀了 你要杀了 就这句 문제 这是珈nis 好 我做鬼也不会罚过你的 planned 我 这么晚了还不睡 对啊 在想刘斐的事情 如果我说我在想你 你一定会说我在骗你 你呢 一个人在琢磨什么呢 那批刘斐是不是你的人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是宁臣 又不是匪徒 那批是我的人 但不是真正的刘斐 其实你的目的 就是要放走杨炎家人吧 万一杰秋出现了意外 被人追求 我当然会说 你一定会说 我对他从新看 也许你 说得不大 我都会没想到 对 我不能 真正好 这对 可不可以 又不想 就不想 想剑 没想到 人 那么 想 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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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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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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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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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